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好我是李诺亚 位于旧金山渔人码头的In & Out Burger分店 因为让没有提供疫苗接种卡的顾客进入餐厅内 没有遵守当地的防疫规定 被主管机关下令暂停营业 最近In & Out Burger分店喊冤说 他们已经清楚的在店内张贴告示 告知顾客疫苗要求 也要求顾客进入餐厅必须要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但是旧金山公共卫生官员认为 光是张贴告示是不够的 In & Out的员工态度必须积极 严格要求每一位顾客提供疫苗证明和照片身份证明 In & Out分店经理炮轰旧金山市政府要求不合理 他说In & Out不是政府的疫苗接种警察 政府不可以强制私人公司检查顾客的疫苗卡 其实加州各地已经有越来越多公共场所 要求消费者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希望缓解新冠病毒传播 同时也鼓励更多人接种疫苗 新闻继续关心 华人学生众多的Cupitino联合学区考虑关闭部分学校 许多年轻家长无力负担高房价无法迁入学区 在当地居住多年 家中已经没有学龄孩子的老住户没有迁出 造成当地学生人数越来越少 去年新冠疫情又有许多学生转学到私立学校 让公立学校流失许多学生 根据学区统计 从2015年到现在 当地的学区已经减少了5000多名学生 如果住户结构没有改变 学生人数势必会继续减少 未来8年估计当地将会再减少4000名学生 入学率下降 得到的政府补助也会跟着减少 学区资金短缺 下个学年支出必须缩减 关闭学区内的两所小学合并一所小学 势在必行 即将被关闭的Mirehouse小学 有700多名学生 亚裔学生占了八成 这所学校是曾经得过蓝带奖的优秀小学 感谢收看 下期见